吴阿姨今年快80岁了,老伴快90岁,两人住在杭州市上城区北洛马营小区,房子在四楼。 吴阿姨说,几年前因为膝盖关节问题做过手术,老伴身体也不好,两人上下楼梯都非常困难,哪怕拄着拐杖也要身体靠着墙壁才能往上走。 吴阿姨说,前段时间她想在楼梯上安装智能带步器,需要在一楼到四楼每段楼梯靠墙的位置安装一条轨道,每条轨道上再加一个座椅。 吴阿姨提供的合同上显示,带步器的总价是12万多,这笔钱吴阿姨一个人承担,电线从吴阿姨家接出来,电费也由她来承担。 厂家这边说,设备耗电量不高,他们估计即便邻居们都来使用,正常情况下,每个月的电费也就20多块钱。 记者在楼道门上看到,今年6月份吴阿姨贴了一份项目公示,上面说明了带步器的设计方案等。 我上头写得很清楚,就是我装了以后,大家都可以用,我会给每家都给上一个这个刷的轨道的卡。 吴阿姨说,因为涉及到公共区域,她还走访了单元楼里的其他11户人家。 征求他们的意见。吴阿姨提供了当时的邻居征求意见表,一共有8户同意,两户没有明确表态。 6楼的一户表示不同意。 我们这款呢,它占的位置是最小的,它那个轨道的横极面只有12厘米乘11厘米,主机呢是28.5厘米。 它平时都是折叠上去的是不是啊? 平时折叠的,平时占的地方不大的。 杭州就是我自己经手的就有好几个了,它这只是两次了,它把那个我们装好的插座都敲掉了。 我们这个不是电梯啊,我这叫代不起啊,那种无障碍实施啊。 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? 不知道,因为他现在不跟我交流,说去到他那去做工作,他不同意。 吴阿姨说,原先他们楼道想安装箱式电梯,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和费用问题最终没能实现。 他的孩子在国外工作,他们也是这两年回杭州的。 我也觉得在这好,我都跟我儿子说你应该回来,是热闹。 我老公说在这,你看我们刚才见见处处都是我同事,都比较好。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六楼这户邻居不同意呢? 记者找到六楼,女业主在家。 也没有什么要求,他只要装,我们同意他装,他按照那个合法的程序走过来嘛。 装这个电梯,按照装那个,装电梯是一样的。 这个是哪里规定啊? 是不是一样的吗? 哪里规定啊? 哪里规定你,反正你出去看嘛。 通过那个建设部门啊,消防部门啊,不是都要通过的吗? 那不对的吗? 你要你了解掉的,那你不用说,问我哪里了解到你? 我们没有存在什么麻痹,根本就没有什么麻痹。 大家一起使用,也会给你那个使用的那个。 这个东西他自己,你认为他单独装上来,我们快去去使用吗? 正在和女业主沟通时,男业主刘先生买完菜回来了。 或者是什么地方,下文号的,可以安装,你也去这个通知就好了。 是呢,有程序要走,你为什么不走程序? 你被爱的东西都没有了,你做什么东西啊? 这个房子就要说我是新姑买来的。 刘先生还表示,当时吴阿姨走访到他家时,双方沟通不是很愉快。 说话很强的,我说不同意,他就说你不同意我就不装了。 天底下有这种说话的,你肯定多少是我影响的。 那你态度最起码给我好一点啊,你也最起码能够舒服我一下,我就不爽了。 我现在就没跟他谈了,就是我就是想要把符合国家规定的东西拿出来以后,你来安装,我也不反对。 那么六楼业主强调的审批程序到底需不需要呢? 记者来到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北洛马营社区,社区帮忙联系上街道家梯办的工作人员。 这是居民自己的行为,我再三确认了个距离加低办。 需要走这种和大电梯一样的程序吗? 不需要,社区呢,也把它的就是方案,就是加上了这个设备我们也看了一下,应该说影响也不是很大。 那么我们就要和吴阿姨自己去问问他们那个就是柔道理。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,这件事他们已经多次协调了,家庄带步器和家庄电梯性质不一样的情况,也向六楼业主说明过了。 对,按照流程在操作,它是挨家户征求过意见的,然后社区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。 那么作为我们社区来讲呢,就是还是把两户再约下来,再我们继续再协商,再调解。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。